越来越多香港人来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不找一些渠道去互相支援、认识 甚至在这里为未来一个会更大的社群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去做一些不同类型的合作 拆出一些新的货花 今年我们就特别一点在年少组 我们主要都会有少少 跟新年有少少关系的摆设 还有尽量都做到大家可以开心点 在节日上面会和香港有少少关系 在麦尔本来说我们都骄傲点说 我们都算是比较大型的 以香港人摊位去做主题的市场 互相继续保留香港文化 有这个年少、讲广东话 我参加了就发现可以成为其中一份子 无论做什么都觉得是参与这件事 就是为了在海外香港的社群做一些东西 有这一份饮品大家一直去喝提神的时候 就是一个好的媒介 让大家去谈谈自己的故事 自己可能移民一个人生的角度 这样是一个制造到一个好的机会 和一个大家互相谈谈的事情 这些我就是可以叫做水泥的迷你图 这些会有很多关于不同方面 关于广东话的东西 例如这个是一个牙刷座 它就是非常熟悉的刷牙膏 英房逢藏辣辣辣辣 辣辣这个字也很广东话 起床能分应该刷 那是一些很精静的提醒 我觉得放在那个桌上挺好 或者这个是杯箭 水泥的杯箭就叫做 请勿养甘鱼 就是香港人喝酒 就会说你不要放一杯酒在这里养甘鱼 就是养一些不喝酒的人 就是断酒的一些广东话的 东西 我也是打算继续一些广东话的精髓 很特别的文化 我觉得是 反而是广东话 令到我们很警告我们是香港人 就是有时候 就是走着超级市场 走着五金店 就是在这边 就每个转角听到旁边有个广东话 你都树起雨仔去听一下 八卦一下它原来是 就会感觉到原来还有香港人和我们一样 都是来到澳洲这边生活 我们的关系主要是大家见到熟悉的口面 我们需要有些不同的东西 原来有香港人做这件事 我们就可以做回去介绍 或者去帮其他人去找这些商户 亦都帮商户去宣传他们 原来我们有香港人做这种生意的 你们都可以找香港人 大家都可以connect 到 habt市长 你 Import 口 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